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小新 昨天奶奶说想吃燕鹅肉 所以今天就撒一只鹅 鸭毛比鸭毛跟鸡毛都要比较难得扒一点 其实这个鹅还不算大才七斤多 觉得鹅会有十多斤 这个鹅毛可以用来扫石墨 就是石墨磨黄豆或者是磨芝麻的时候 就用来扫那个石墨 或者是用来扫一些家里的灰尘 角落的灰尘都很好 好了 毛拔的差不多了 把内藏去了之后 现在就要撒盐 腌一个晚上 背面也要抹上盐 好 可以了 放一个晚上 然后明天我们就可以把它晾干 就可以做燕鹅肉 用盐 盐了一个晚上 现在要把它晾干 然后再放到汤汁里面去 腌鹅跟做鸡鱼差不多 我们炒一点糯米 等下放到那个烟鹅里面 炒这个糯米一定要用小火 不能让它糊 炒到有点金黄就可以了 这个鹅晾了一天了 现在就可以腌了 放点糯米在这个摊子底 放点米酒 放点姜末 放入糯米 这是我们刚刚炒过的 根据个人的喜好 可以少放点辣椒粉 我们这边比较吃的辣 就适量多一点 一定要放均匀一点 这个汤汁底原来放了一点糯米 用瘦肉袋把它包好 拿着把汤汁底盖 放入糯米 本来我是要放植物油的 因为家里没有了 明天去买 然后再把水换掉就行了 好了我是小新 我们明天见